一年一度备受时尚宠儿追捧的巴黎时装周勇气而至 9月14日上午时尚教母少文杰现身首都机场 黑衬目镜 烈焰红唇 胶彩10厘米高跟鞋 一席黑色优雅长轻亮相 女王味气场十足 已经不是第一次去巴黎时装周看秀的少文杰 此行工作计划也排得满满当当 除了受邀拍摄杂志及拍摄MVY 还将跨界以主持人身份对话国际时尚大佬 因为这次去的话除了我自己的单独的一些 比如说杂志的拍摄MV的拍摄之外 还会去采访一些设计师 那我其实挺期待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设计师 我可以亲自采访他 然后问他们一些关于设计上的一些时尚上的一些问题 尚文杰此次巴黎时装周形成这一周的时间 也因此不能到现场支持一直关注的快乐男生总决赛 不过尚文杰表示依然会通过网络观看直播 更之严厉的华晨宇成为冠军 那个网上可以看 那个我带着电脑所以还是会随时关注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三强了 之后的比赛应该也挺挺好看的 所以 哈喽 大家都觉得你比较就是看好的华晨宇和华晨宇 你现在还是就是压倒压的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今年的冠军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咱们这位好想要观看 sticker 就吧 好想要講